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林鄭早幾天宣布 要向每一名香港市民派發所謂的同心抗疫口罩 只不過這一項措施 不但未能為他博取任何掌聲 因為實在派發太慢太遲 疫情高峰時不派發 現在疫情緩和才派發 不但還要被人質疑 到底有沒有牽涉到利益輸送 因為原來這個同心抗疫口罩 沒有經過任何招標的程序 早兩天特區政府還懶神秘 不肯公布哪一家才是真正的口罩生產商 後來經過媒體的調查 踢爆和揭發以後 特區政府才宣布 原來這間晶園國際 就是同心抗疫口罩的生產商 晶園國際今天就出來自揭 說這次計劃並非從一般的商業角度考量 故此只是按照生產成本作出報價 每隻口罩的加工費報價少於1美金 大家又可以計算一下 特區政府自己宣稱 這隻所謂同心抗疫口罩 成本價是大約40港元 1美金我們當作8港元 剩下的32港元是用到哪裏呢 按照特區政府的生產規模 大概是800萬隻口罩 800萬隻口罩乘40元 這裏涉資是3億2千萬 但特區政府黑箱作業閉門造居 就說不需要通過招標程序 因為抗疫要緊 好了 到底生產一隻口罩需要什麼成本呢 我們幫他計算一下 首先來說就是開發成本 就算不是他開發也要交專利費 原來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口罩專利設計 就是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開發的 這間中心就是由特區政府的創新科技處撥款 然後由香港理工大學去承辦 根本上就是政府核下的機構之一 所以使用專利費 這筆又不用計算了 另外還有什麼成本 比如說原材料的費用 聲稱有六層物料這麼多 這六層物料到底是什麼 雙金嗎 你說是銅的 到底要多少錢呢 可不可以向市民開城報工呢 除了原材料的成本以外 比如說還有什麼成本 運輸物流的成本 存倉的成本 但是存倉可以靠政府物流署的倉庫 你不是掙那些倉庫出來托嗎 還有什麼 還有根據特區政府今天自己所說 有一間專門就是負責臭養消毒和包裝 來來去去其實只有這幾樣 我是外行人黎民 我就不知道 你特區政府既然掌握了整個生產流程 為什麼不告訴市民 釋除市民的疑慮呢 無謂讓市民繼續質疑你 究竟是不是利益輸送 到底你生產什麼 額外的32元是花了哪裡呢 運輸物流? 花多少錢呢 你不是一次運一隻的 對嗎 而且船運又便宜過空運 加上越南根本上的疫情不是那麼嚴重 物流運輸完全沒有影響 到底哪一方面的成本是最貴 加起來可以有40元那麼多呢 你就要告訴市民 對不對 到底錢花了哪裡 為什麼要涉款3億多那麼多 或者沒有3億那麼多 你就跟市民說吧 不要收收埋埋 對嗎 作為一個現代的政府 文明的政府 你就很應該把所有的數據 所有的資料和盤拓出 是不是 你左遮右掩做什麼 是不是 有什麼不見得光 有什麼不見得人 全部都是陽光底下發生的 這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就出來解釋 他說 在全球疫情仍然嚴峻底下 雖然香港的抗疫 暫時算得上是成功 都不關你特區政府的事 是市民自救 好了 但是口罩就是全球抗疫的關鍵物資 相關的生產商 原料以至物流等 都是敏感的資訊 如果流出了 可能會引起麻煩 若然被截戶 物料被搶購 又或者有人抬高價格 就會影響生產 我真的不知道 首先 原料是敏感資訊 還可以說過去 是不是 物流都敏感資訊 蛤 有什麼敏感 請問是 現在才叫你運口罩 不是叫你運維禁品 不是叫你運軍火 可不可以向市民解釋清楚 物流的資訊到底有什麼敏感呢 請問 蛤 還有 原料是敏感 我當你買的時候敏感 那些資訊都買齊了 是不是 隔了這麼多個月 剛剛才 2月到現在還沒買齊 那些資訊 你生產 都已經有一定的數量 才會拿出來說 和市民派 是不是 那你現在買齊了 那你說得了嗎 不敏感 是不是 不怕被人截戶 你都買齊了 又不能說 根本上你一班人 就是要遮遮掩掩 就是要臭屎物 不讓市民知道 人家說一美金 成本加工費 另外那32元去了哪裏 你就說 是不是 怎麼都會打到這條數出來 你就讓市民評價一下 到底合不合理 用不著遮掩 離譜又說有人抬價 那時候你買了 還抬什麼價 就說他抬了天價 你都不買 是不是 好了 見到被人罵了 今天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 就在電台節目上承認 說口罩的生產商就是晶園國際集團 南風沙廠無常借出車間作為部分的生產 無常就是不收錢 聯業製衣也有借出車間協助做較小的生產線 龍達紡織負責臭氧消毒和包裝的工作 那你就說得好地地就好 說清說錯他 但是生產成本你也要交代 市民想知道你就跟市民說 就算你當市民全都是臭屎不想跟市民交代 那你跟立法會議員說 那些立法會議員一定會問你 他有公權力 他要監督政府 你要跟他講 你要交代出來 不要遮遮掩掩掩收收埋 有什麼好收埋 那時候你都整好了 連成品都準備要送去別人每家每戶那裏 那你還要收埋些什麼 我都不明白 還有這個常任秘書長 真是好笑 蔡淑嫻 他就說 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質疑是利益輸送 那些生產商要做這麼多事 又要面對很多成本或者運輸的海鮮價 他都很擔心 不知道別人收不收成本 關你鬼事嗎 對吧 這些又是不務正業 喂 既然別人報了價錢給你 那就已經是佔了價錢來做交易 你還想這麼多 還要幫別人想 當時別人的市民質疑你利益輸送 你又不向市民交代到底每一樣東西花了多少錢 你就去擔心那些生產商收不收的成本 這些是公開說的 有沒有搞錯 這些官員是不是離地 雖然你是常秘是公務員 不是政治委任的官員 但是你也是出市民的錢 對不對 怎麼會擔心那些生產商 我們告訴他 每個人都富商巨股 對不對 要不需要你去擔心 請問 唉 真的 紡織及製介的立法會議員鍾國斌 他怎麼說 他就說 本港作為高透明度的社會 政府在完成生產之後 就很應該交代和解釋 未有就著生產公開招標的原因 以及要交代生產商的資料 以免讓人覺得這個項目是自己人益自己人 麻煩你了 是不是 業界的代表也是這樣說 你不就出來說 當然 現在他就解釋了 那個生產商是哪一家 哪一家 但是始終也解決不了一個問題 就是市民質疑 為什麼這個口罩的成本是40元這麼高 喂 因為現在正院國際走出來說 說加工費只是一美金 那你趕快出來交代吧 不要再等 不要再等市民質疑一大輪 才慢慢在擠牙膏式交代 這些完全不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政府的做法 好了 接著又說說立法會那些建制派的議員 一隻二隻去批評這個黃色經濟圈 真好笑 民建聯的葛佩帆大博士 他怎麼說呢 葛大博士 他就說黃色經濟圈就不代表所有市民 那黃色經濟圈當然就不代表所有市民 你在說什麼 這些真的沒有水平 我經常都說 你這幫人要批評這個黃色經濟圈 可不可以拿一些有水準的argument出來批評 說明黃色經濟圈當然是不代表你這幫藍絲 當然是不代表你這幫警察 是不是傻的 剛剛才 黃色經濟圈就是黃絲去消費 什麼時候說要代表你 你批評什麼 真是愚蠢 沒有 從來沒有說要代表你民建聯 剛剛才 真的這樣 批評 真的沒有水準 還有什麼 他還說 這個黃色經濟圈就是排擠二幾 真是好笑 喂 連你們那個民建聯的元老 譚耀宗 全國人大常委 他自己都出來說市民的消費是自主決定 喂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資本主義的 葛大博士 你讀什麼博士 走去 蛤 市民自主 他自己決定去哪裡就哪裡 消費怎麼排擠二幾 喂 他今天去了黃店 他當然就是排擠了其他所有的店舖 但是按照你葛大博士的邏輯 如果你吃飯都去光顧藍店的話 你同樣地也是排擠了其他所有的店舖 是不是 有什麼分別 一個人一餐只能夠吃一個餐廳 不是吃十間餐廳 是不是 賺爆肚子 什麼叫做排擠二幾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這些沒有水準的東西 完全沒有邏輯 麻煩你回家睡覺吧 建制派可以培養一些人出來 是有水準一點的 說話是正常一點的 是有邏輯一點的 所以今年的9月6號 全體市民一定要出來投票 至於住在海外的香港人 也希望你可以拿緊時機 回來香港投票 只怕一件事 就是林鄭左玩右玩 到時候還要進行家居隔離14天 那就麻煩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